第十二话,大神博士的儿子洋人变得越来越狂暴,他向小豪的赛车发动凌厉攻击,这场比赛 第十二话,大神博士的儿子洋人发挥出丧心病狂的天才技术,将赛车改造成破坏机器,对小豪的新车进行残忍攻击,比赛过程中,洋人的车子竟然伸出数条触手,每天触手尾端都有一个轮胎,车子凭借这些辅助轮在赛道上肆意识程,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小豪的差距,追上小豪的车子后,洋人只会触手轮 洋人发动进攻,手段行径简直和之前的大神博士如出一辙,听到小豪这样说,洋人开心地表示,我也要变得和爸爸一样,通过破坏对手的车子,来获取愉悦。 毕竟身为父子,洋人与爸爸的性格几乎一致,似乎就是为了摧毁别人而来到这个世界一样,虽然与小豪的相遇令洋人的扭曲性格稍有转变,但他的本质却没有更改,最终他索性放弃挣扎,彻底变成像父亲那样的人。 站在小豪的对立面与他一争高下,只要能让豪军越来越痛苦就够了,疯狂的洋人只会触手轮胎合为一体,准备从后面对小豪的车子发动毁灭一击。 殊不知小豪的新车加装的喷射装置也在此时发动,强大的威力将触手末端的轮胎轰成碎渣,把攻击反弹回去,而不死心的洋人之后却,利用触手牢牢吸附住小豪的车子,准备与他同归于尽,很快,两台车子同时冲出跑道,难道本届全国大赛总决赛,将以这样的形式落幕吗? 小豪当然不会放弃,他利用分射装置,强行扭转掉落轨迹,重新回到跑道上,随后,小豪发动了引以为傲的冲锋号龙卷风闭杀技,不仅甩开了如同寄生虫一样的洋人车子,还顺利抵达终点,赢得比赛冠军,败北的洋人正准备退场时,小豪出现在他的面前,一番言语攻势,再次直击对方内心,等我们把赛车修好了 再一决胜负吧?听到这些,洋人的泪水掉落下来,新生大神博士,就这样被小豪收作同伴,当然,小豪绝对不会想到自己这番做法,会招致更严重的后果,回归日常后,小豪依然不放弃对签子告白。 不过,为什么要送烤红薯,而洋人也对签子献花表达爱意,平白无故多出一个情敌,小豪这家伙的恋爱之路变得更加坎坷了。 更多精彩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小豪